好 接下来就是倒数14天的美国总统大选了 现在选情真的非常难说 我们关注贺杰丽跟川普 持续都一直在反复的扫摇摆州 七大摇摆州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 他们的选举人票 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 宾州 然后亚利桑那州 北卡罗莱纳州 乔治亚州 还有内华达州 选举人票里面最多的就是宾州19张 接下来是16张的北卡罗莱纳州 乔治亚州和内华达州 密西根州是15张 亚利桑那州11张选举人票 威斯康辛州五大湖区是10张选举人票 到今天最新的民调 我们采的是华盛顿邮报 当中有三州叫做蓝墙 就是宾州 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 那么两个人的警咬 但是都是五五波 现在的分析看法是 贺锦丽必须要守住这蓝墙三州 才能够达到半数的270张票 不过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分出胜负 因此可以看得出民主党的焦虑在哪里 两党都在这七大摇摆州一直催广告 双方在19张选举人票的宾州 合计已经砸下美金3亿5千万元 美国选战倒数两州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贺锦丽 周一到蓝墙州 威斯康辛 密西根和宾州雇票 共和党反川普大将 前参议员利兹钱尼 也陪着贺锦丽到共和党保守派居多的俊拉票 希望能催出不愿投川普的共和党选民 利兹钱尼以自身极度保守派的立场 希望说服那些不敢公开投贺锦丽的共和党选民 鼓励他们默默做对的事 贺锦丽也想挖走共和党初选时 输给川普的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力的选票 尽管海力退选后为川普背书 但她的选票未必会跟着走 利兹钱尼的助选显然有些成效 上星期就有上百名共和党人士 公开替贺锦丽站台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请来的站台嘉宾 显然比利兹钱尼更有话题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为川普造势 所到之处都能吸引大批粉丝跟随 马斯克不只是川普的戏票机 还是名副其实的提款机 除了大笔政治捐款 他也宣布在摇摆州 每天抽出一位参加支持宪法请愿书的登记选民 发放100万美金的奖金 直到11月5号选举日 目前已经有两位民众获得百万奖金 滨州州长质疑马斯克 日发放百万的行动 已经触犯了选举法 呼吁司法单位调查 不过也有法律专家认为 马斯克抽签奖励登记选民 是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 周一川普到北卡罗来纳州造势 向来质疑选举公平性的他 也首度公开表示 他不认为这次选举有舞弊的现象 他也在演说中批评拜登贺锦丽政府 把美国变成了开发中国家 华盛顿邮报对七个摇摆州做的最新民调显示 约有40%的年轻中间选民还没有决定要投谁 选战倒数川赫阵营也各自拟定吸引年轻中间选票的策略 贺锦丽要吸引白人教育程度高的年轻女性 川普则是锁定中下阶层 并对种族敏感的年轻人 不过这些人生活困难 认为选举也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 投票意愿很低 乔治亚州一个贫困的郡 就面临投票率太低的问题 专家认为在吸引年轻中间选票方面 贺锦丽较具优势 尤其他吸引许多超级巨星的支持 像是泰勒斯 隐心朱利亚罗伯兹和蓝坛传奇人物 魔术强森 川赫在摇摆州 密西根州的民调相当 都在48%上下 当地是汽车制造业重镇 选民更加重视经济政策 川普推出的经济政策 预估将为美国带来5.8兆美元赤字 贺锦丽为1.2兆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 川普主张减税 而贺锦丽要加重大企业税 TVBS新闻总和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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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